2018东亚杯女子累球赛从6月12日开始,一连进行4天的赛程。 副县长陈振生特别前往比赛场地,为免选手连日征战的辛劳。 而为了因应香蕉滞销,价格下滑,交农收入受损, 陈副县长也特别指示农业单位采买南投现地优质的香蕉,送给选手们品尝。 同时也用牛奶加入新鲜香蕉,打成果汁,让外国选手吃了都竖起大拇指说,好吃。 2018东亚杯女子累球赛从6月12日开始,一连进行4天的赛事。 有来自日本、韩国、中国、中国、香港以及地主队中华台北的五支队伍齐聚一堂, 为争夺本次的赛事冠军,奋力晋级,争取最高荣誉。 副县长陈振生特别前往比赛场地,为免选手们连日征战的辛劳, 同时也购买了大批的香蕉给选手们品尝。 除了表达欢迎来自国内外的选手、教练、队职员, 也希望在香蕉价格下滑的时候,呼吁大家采买南投优质的香蕉, 协助娇农渡过难关。 今天我们特别安排农业单位来赠送香蕉给我们的各位各国选手来品尝。 在外面的行销南投的香蕉,其实跟外地产出的香蕉。 那个优质化是有些些微的不同。 我们一直希望透过大家来农业来吃香蕉,来销售香蕉之外, 让农民有更多的收入。 今天我们特别安排农业单位来赠送香蕉给我们的各位各国选手来品尝。 一方面也行销南投的香蕉,其实跟外地产出的香蕉。 那个优质化是有些些微的不同。 所以今天利用这个机会,我们吃了带香蕉过来。 另一方面也把香蕉加上牛奶去打果汁,让我们品尝一下。 在夏天这么热的天,我吃了香蕉以后,他们的感觉以及对我们农山平的一个认定,认肯定,这是我们最主要的目的。 一根根来自南投现地采收的一级香蕉,放入果汁机中,再加入牛奶打成新鲜美味的果汁。 让连日征战的选手们一杯再手,一口喝下都说,美味无比。 陈副县长表示,南投县市本省三大香蕉生产区,种植生产的香蕉远近驰名,他也呼吁民众多多购买香蕉。 香蕉,协助娇农增加收入。